说起美国监狱,很多人听说过美军用于关押恐怖嫌疑人员的关塔纳摩湾海军基地监狱, 但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在科罗拉多州境内洛基山,脚下的一片荒漠里,设有全美戒备最森严,管理最严格,设备最先进的监狱,及专门用于关押最危险分子的Supermax监狱。 来自美国的摄影师Michael Leach走进了Supermax监狱,用镜头真实地记录了Supermax监狱,理犯人的真实摆牌,Supermax监狱正式名称为美国极限管理重罪犯监狱,但他的别称ADX,Supermax和洛基山下的阿尔卡特拉斯岛更为人熟知,Supermax监狱目前关押着近450名囚犯, 其中大部分囚犯被关押在此的原因是,对于任何其他监狱而言,他们都过于野蛮和危险,另外,这些囚犯中还包括38余名,已经定罪的恐怖分子,这里八成的犯人都被判无期徒刑,20%是死刑犯,监狱的犯人平均刑期未90年,犯人没有假释,而且很多人都是20岁左右,甚至还有许多的未成年人进来, 这位叫做Ovis的男子,已经在这里待了几十年,他16岁的时候因为和同学争执开枪,射杀了自己的同学被抓起来,判了无期徒刑,这里虽然戒备森严,但是生活上是应有尽有, 偌大的Supermax监狱就像一个完整的城市,有自己的图书,馆,农场,牧场,教堂,医院,汽车维修厂,园艺绿房,小卖部,餐厅,玩具工厂,广播台和电视台,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死刑犯很受女人欢迎,还可以结婚,经常有女人想跟死囚犯结婚, 因为他们快死了,有人同行他们,而无期徒刑的犯人也许能谈一两年,监狱目前人手严重不足,超过四分之一的岗位无人承担,但是不论怎样,Supermax监狱,仍是美国最神秘的监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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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